各位好 欢迎收看由江苏城市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视频会 大家好 我是聂琪 这会儿的时间呢 故事电视之前呢 各位一边吃着晚饭 一边在看我们的节目了 吃完晚饭呢 很多阿姨们就刚好去跳个广场舞 可是对于广场舞 有些人是拍一首叫好 因为她愿意跳啊 有些人呢 不太叫好 不是因为阿姨们跳的不美妙 阿姨们跳的呢 绝对是好看 而是因为这声音实在有点大 太吵 前段时间呢 我们也报道过 广东省已经出台了一个规定 对广场舞现实现地 很多人特别的绝望 那如何能够破解广场舞的困局呢 最近广州的一位90后的小伙子 想了一个妙招 自掏腰包 免费派送调频耳机 推广无声广场舞 也就是自己掏钱 买很多耳机 这个叔叔送一个 那个阿姨送一个 这多好的事情啊 你看这个图片当中 阿姨们戴着耳机 跳得乐乐呵呵的 这风采依旧卓越 身姿依旧迷人 很多人会一问 这小伙子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做法呢 据说小伙子的灵感呢 是来源于英语四级听力考试 这方法看着不错 听着也不错 建议电视机前呢 各位可以给自己的妈妈配备一个 这样戴着耳机 不但有利益 减少噪音 还能够让阿姨们更加陶醉于这个音乐的美妙